好cd2d 我们要用加减校园法 解下列连立方程式 ok 我们首先要把一pack变成一样 所以这一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我要把y的部分变一样 ok 所以我就用equation2来乘5 所以我用equation2来乘5的时候 我就有5x-5y等于5 这个变成equation3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加5跟-5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拿我的equation1 来加equation3 我就有7x等于21 所以x等于21除7 x等于3 我sub我的x等于3 intoequation2 或者有3-y等于1 我把我的y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所以我就拿到我的3-1等于y 所以y等于2 所以x等于3 y等于2是我的答案 好接着第三题 比这个equation1 equation2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选y的部分 我拿我的equation2 来乘2 6x-2y等于-2 这个变equation3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有2y和-2y 不同符号用来加 不同符号用来加 所以这边我可以说equation1 加equation3 我的有7x等于7 所以x等于1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1 进入equation1的时候 我就可以有1加2y等于9 然后2y等于8 y等于4 所以我的x等于1 y等于4 好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7除7等于1 9-1变8 然后8除2等于4 呃 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做一人一次的时候 我会跟我学生说哎 我们 呃左右都要有 然后每一个步骤都要写整齐 这样给老师看得到 然后可是事实上呢 当我们熟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 步骤变得更快 甚至是我们去到那一种 总for mx 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要 用最快的方法来做 不然你会来不及做 好 接着这边 equation1 equation2 我就把这个b的部分变一样 我拿我的equation2来乘3 然后就有6a-3b等于-15 这个变equation3 so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加3b-3b就一样了 然后加3b-3b一样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来加 同符不同符号用来加 我拿equation1加equation3 我就有10a等于-10 a等于-1 我sub我的a等于-1 into equation2 我用2 我用2-1-b等于-5 然后这个搬过来 然后-5搬过去 所以我就有-2加5等于b 所以b等于3 所以a等于-1b等于3 好接着我们看第五题 这个时候 1x2x-7y-15y 我把x的部分变一样 所以我拿我的equation1来乘2 所以我就有2x-14y等于8 这边乘2乘2乘2 所以我就有2x-14y等于8 这个变成equation3 这个时候呢 我的这个2x跟2x就一样了 然后我还要懂一样东西 就是说 我的0 然后-14-15 -14比较大 所以我拿equation3来-equation2 你不懂的情况之下 你用2-3也是可以 然后像我就这边-14y-15y 变成-14y加15y 8-0 8y等于8 可是如果啦 你刚刚在这边 你用的是2-3的话 你有-15-14 他会变成-y 0-8-8 然后你再一起乘-1 乘-1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他的 这一个 呃 y 会是等于8 ok 可是你看我上面的这个做法 是不是比较简单 所以你这样加减消源法的时候 你不懂是 第二-3还是3-2的时候 你就直接用2-3了 可是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先比较一下另外一边不一样的 所以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然后我就用大减小 所以大减小 然后我sub我的y等于8 into equation1的时候 x-7乘8等于4 所以x等于4加56 等于60 所以x等于60 y等于8 好接着我们看第六题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这一题就比较麻烦了 ok 我这一个是2 3 我要把它变成6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知道lcm for 2跟3是6 所以我这一个乘2 这个乘3 我拿我equation1来乘2 他就会变成8x-6y等于28 这变equation3 我拿我equation2来乘3 他就变成9x加6y等于3927 31357 这个是equation4 然后我让我的这个的y一样 然后他的符号是不一样 所以符号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用加 所以我拿equation3加equation4 我6 我6 17x等于这个是5 85 所以我的x 会是等于85除17 然后他会变成5 ok so85除17 然后拿到的是5 所以我的x等于5 所以我的x等于5的时候 我就sub我的x等于5 into我的equation 2 所以35加2y等于19 所以2y等于19减15等于4 y等于4 4除2等于2 所以我的x等于5 y等于2 好第七题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然后我这一边乘2 全部一起乘2 我这一边一起全部一起乘3 为什么呢 因为lcm4 2跟3 是6 所以我拿我的equation1 来乘2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了6x加4y等于16 我的equation2来乘3的时候 他会变成6x加15y 3927 这个是equation3 equation4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6x跟6x是同样符号 同符号用来减 然后这一边这一个15比较大 然后我们拿大减小 equation4来减equation3 6x-6x没有 15-4 11y 27-16 11 所以我y等于1 我sub我的y等于1 intoequation2的时候 我就有2x加5乘1等于9 所以2x等于9-5等于4 和x等于4除2等于2 所以我的x等于2 y等于1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好 好第八题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这个直接乘2 ok 为什么呢326啊 就一样了吗 lcm4 3跟6 其实是6 所以我拿我equation2来乘2的时候 他会变成6x-8y等于4 这个是equation3 然后 我再来这一边 减5跟减8 你看我在这一边 这个 不是 这个是x 6x 6x他一样 一样要用来减 一样要用来减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理想 他有0 减5-8 减5比较大 所以我拿大减小 我拿equation1-equation3 6x-6x没有 减5y-8y 他会变成3y 然后减6 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在计算机那边按 减5-8 他会变成3 减2-4 他会变成减6 所以我的y是减6除3 然后y等于减2 然后我sub我的y等于减2 into equation2里面 3x-4乘2等于2 3x等于2-8 减减加加8 反过去变成减8 减6 所以x等于-6除3 等于-2 所以x等于-2 y等于-2 x等于-2 y等于-2 好 第八题 x等于-2 y等于-2 这一边 这一个其实是加8 反过来变成减8 然后这一边我有这个3x等于-6的时候 把x翻过来变成除 好 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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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